Bring the madness 哈喽 我是江江 現在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下小鈴鐺喔 今天小火龍要帶大家介紹一台可愛的 寶可夢車車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現在停在停車場這裡喔 到底會是什麼車呢 喔唷 皮卡丘的 是不是 這是 有點像March 福斯的 哇 皮卡丘的 造型就是不一樣 輪胎也是黃色邊邊 喔 裡面的座椅也是有寶可夢的球 欸 看一下第一人稱 哇 這個塗裝做得好棒啊 欸 這什麼字 有英文字還是日文字啊 後面還有那個皮卡丘的尾巴 然後上面是他的耳朵 眼睛還有黑眼圈 鼻子是三角形的 我們實際上車來看一下裡面的配裝好了 為什麼我的屁股露出來了 看一下 啊我的頭 等一下 屁股直接摸到地板上面了 看一下裡面 喔 裡面有一個皮卡丘 這是盜版皮卡丘吧 握了一個寶貝球 可以看一下後面 大概是長這樣子 還蠻可愛的 把它開出去好了 不曉得證實世界裡面 會不會有人真的開這種車在路上 還蠻討喜的欸 就是看不到人啊 感覺像幽靈車有沒有 沒有 接下來玩一些特技表演好了 來我先 往邊 走出去 速度還蠻快的啊 這樣110耶 來試試看這個超級賽道一下 衝啊 哇 好高喔 有辦法飛過去嗎 我覺得不行欸 欸 欸 穿過去穿過去 欸 這有機會嗎 速度不夠 天啊 掉下去了 啊 凹陷 全毀了 哇塞 哇塞 這新車全壞了 我們重新再來一次喔 這隻一定要飛越過去喔 加速加速加速 衝啊 哇塞 真的不行啊 速度不夠 我想說這次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結果還是這樣撞爛了 啊 引擎蓋飛了啦 煮湯了 欸 撞了小貓咪 啊小貓咪被撞倒了 哎唷 喔 我的新車 被你撞壞了啦 看他這個樣子 啊 從後面收上去 我看可以開去哪裡好了 我看可以開去哪裡好了 下波很快 欸欸欸欸 嘿嘿 嘿嘿 怎樣 好好一台車被撞成這樣啊 噢噢噢噢 失控打滑了 這台福斯皮卡丘車喜歡的話幫我按個讚吧 下次再見囉 掰掰